为什么同样是闹上法庭 周星驰能原谅张于奇 却不能原谅黄胜一 2003年 周星驰筹拍功夫 黄胜一从数以万计的女孩中 被一眼相中 年仅21岁 能出演新爷的影片 时至今日 也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虽然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但他仅凭两滴泪 就直接封什么 也成为了黄胜一演艺生涯中 最高光时刻 甚至还获得金像奖和百花奖 新人演员荣誉 彼时众人都以为 黄胜一会成为第二个张百志 毕竟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然而别人做梦都想成为的新女郎 在他眼中是那么的不屑一步 而周星驰也没想到 自己一手捧红的黄胜一 竟然会在出名之后反咬一口 随着功夫的爆火 黄胜一凭借青春形象 俘获了绝大多数男人的芳心 于是周星驰也趁势给他 立起了青春育女人设 并且希望他能在之后 走红的路上保持出心 可黄胜一从来不是 听从安排的小白兔 他的野心足以吞下一头大象 刚有走红之势 就打起了小算盘 嫌弃周星驰给的资源太少 独自跑到男人庄 拍摄了大尺度照片 这个行为无异于是自毁形象 公司得知后 自然是气愤万分 尤其是周星驰 于是当即放出狠话要雪藏他 或许这只是一式气话 但黄胜一却为了占据有利舆论 当即召开记者发布会 在众人面前 哭诉悲惨经历 这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这件事情可以说打了周星驰一个措手不及 来不及想出应对方案的 他已经被黄胜一告上了法庭 而黄胜一既不想赔钱又想解约 就这样双方纠缠了好几年 昔日的感情也因利益被吹得七零八落 从此之后 黄胜一和周星驰便再也没有来往 然而令周星驰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 四年后 他竟会再一次面临解约问题 2008年 张雨起因为在长江一号中 出演袁老师一角而广受关注 顶着新女郎的头衔出道 张雨起混得风生水起 但奈何他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也心趋势着张雨起在合约还没到期的情况下 私自接了白鹿元 事后 双方一度因为合约问题闹上法庭 但和黄胜一不同的是 张雨起主动找到周星驰 并且表示愿意走法律程序 全额支付违约金247万 解约后的双方不但没有把关系闹僵 张雨起反而还对周星驰一直怀有感恩之心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2016年周星驰在筹拍美人鱼时 会找到张雨起饰演若兰 而张雨起会爽快答应灵片筹出演的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伯乐和千里马 经典台筹出演奏 需要您的支持 或许多语